延当多年的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案 今天在行政院院会通过 而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会后也召开记者会说明 表示将会送进立法院审议 决议本案针对第四条说明栏修正通过 含请立法院审议 院长也指出本法案是落实我国宪法征修条文 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相关规定 在不影响现行土地管理 与利用相关法令的原则下 保障原住民对于原住民族土地的规划 利用保育及促进原住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权益 也是原住民族土地政策重要的里程碑 那么这一次的土海法审查 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萧佳琪审查通过的草案 那么重划完成的传统领域将不可作为自由开发 一定要作为部落共有的保留地 那么土地的管理机关是圆明会 即使未来土地想要移转也要受到兴致 草案一共39条将交送到立法院审议